7月4号上午 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附近的哈兰帕克 举行的美国国庆节游行 发生枪击案 当天上午10点左右游行开始 大约10分钟后就发生了枪击案 正在观看游行的民众和游行队伍里面的人 经文枪声后四散逃离 枪击造成多人死伤 4号下午当地警方透露 已经锁定了一名与大规模枪击世界有关的嫌疑人 22岁的罗伯特·克里默 据信他驾驶的是一辆2010年的银色本田飞度 车牌是伊利诺伊州DM80653 当地警方表示 嫌犯可能是从屋顶向游行队伍开的墙 事发后游行已经停止 民众被疏散 事发地拉起警戒 持枪武装警察陆续抵达戒备森严 事发周边地区的庆祝活动也被取消 新唐人记者赵凤华将第一综合报道